今天AT国股推介第一集是汇控5号 选选原因是首先联主局9月议息结果 虽然是维持联邦基金利率在5.2厘至5.5厘不变 但暗示今年底前仍有加息机会 并且将明年7月前展开减息机会抹去 由于加息对银行扩阔这个正息差利好作用有滞后性 虽然美国加息周期越来越接近尾声 但减息越迟开始对银行的正息差收集压力就会越迟出现 第二是汇控2023年预测股息率超过8厘 加上未来派息政策转催明确 亦有回购支持股价增加公司股价的稳健性 第三是汇控业务已经走出谷底 加上恢复派贵度息 长期收息价值再现 策略上投资者可以hold汇控股价回到60元水平 先吸纳第一注 如果股价有机会回到58元可以加注 初步目标是70元 另外亦可以作长线收息用途 跌穿53元就适宜先行止蚀 第二只推介港股是中海油883 受惠近期油价上升中海油股价爆出 但第三季股价累计升超过3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 中海油今年预测股息率接近9厘 股价和股息都是表现理想 实属稳定的收息之选 由于油组成员国同盟友OPEC PLUS继续减产 令油价走高 其中布兰特旗油早已升穿每桶90美元的关口 分析普遍预期 短期内油价有机会升穿100美元大关 高盛早前将未来12个月 布兰特原油价格预测 上条至每桶100美元 另一间大行摩根大通更加偶 预计中短期内油价可能升到150美元 油价看涨令到中海油下半年的盈利预测 水涨船高 派息方面中海油在去年年底 承诺2022至2024年 全年派息支付率不低于40% 支持稳定派息 集团上半年强劲的现金流 也反映公司有空间提息派息比率 市场预期中海油今年股息率达到8.9厘 随着预期派息增长 去到明年更加达到9.3厘 憧憬中海油未来盈利和派息 有易收息的投资者 可以偷股价整固的时候吸纳 装长线的收息用途 消息给拍 щоб 好 好